接下来就是Network Day Network Day就是说主要的用途是比较两个日期 之后将它的总共的工作天数 这两个日期总共有多少个公时 最后是一个数字 那Work Day刚好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天 这是一个数字 总共几个工作天的一次 那比如说我今天我们来计算一下 假如说我2008到这一天 不是实际上太久了 干脆把它全部改2014好了 就取代一下 CtrlH把它改成2008改成2014好了 比如说你要全部取代 这会比较快一些些 这也不用写程式 那取代的话就在上面了 寻找与取代 然后全部取代一下 比如说这边都要变2014的话 全部取代一下 它总共有五个 那上面那个没取代到 上面这个是 200 这个没 下面这取代 这上面没取代 改一下 OK 假如说我们全部把它改成2014 OK 好 那这个日期到这个日期 总共有多少工作天数 那特别注意 没有这个这个Network Day 它会自动帮我扣掉 礼拜六礼拜天 还有 国定假日 所以 国定假日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到 比如说人事行政局上面有公布的日期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它会帮你扣掉 好 那如果 这个 国定假日里面也有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它不会多扣 它会自动帮你去把那一天给扣掉 因为我大概有 有 这个 试过 OK 那这两个日期要怎么 怎么去算出总共有几天的工作天数 插入环数里面的话有一个叫Network Day 总工时 这个环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给它一个Start Day 再End Day 然后呢 再给它一个Holiday Holiday是一个什么 一个阵列 就是这个范围 选取之后 给它 它会把这些天加进来 给它一个范围 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按确定之后 会算出一个总工作的天数 OK 那这个地方是会确定会把 礼拜六礼拜天给扣掉 所以蛮好用的 再来的话 Work Day也是一样 那Work Day这里 是把它Ctrl H好了 把它2008改成2014 然后全部取代一下 这个就OK 就可以取代 好 那取代之后的话呢 比如说这一天的120天是哪一天 那120天 我们如果说 这个地方增加 你可以用Date的函数 刚刚有讲过嘛 但是你Date函数算出来结果 是会包括什么呢 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假如是120天 假如你是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那你就用Date函数就可以了 那Date函数怎么加120天呢 一样嘛 把year 放它 所以如果说你是包含六日的话 那你就是year 对比较麻烦一点包起来 对 然后呢 Mines也要再包起来 包一个Mines Mines这个日期 对 然后再加上Date 用Date把它包起来 所以其实这个还颇麻烦的 主要是要把它格式化 但是你如果没有格式化 它就一定不会正确 那120天 或者你直接点这边一下 这个天数的话 是根据它而来的 是B3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2014的3月 再加日期8号 再加上120 120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日期也会出现 不过呢 这个日期哦 是包括什么 六日都算进去的 但如果你要六日要算进 要扣掉的话 哇 那你可能要自己再下一个公司 怎么样 把它总天数 除以 什么 除以7 是不是 然后除以7再乘以2嘛 一个礼拜要两 那这样 可是算出来一定是正确吗 当然不一定 所以哦 如果你要完全正确的话 可以利用 它已经帮我们写好内建的函数 就Walkday就可以了 Walkday 所以Walkday部分的话呢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 Walkday 按确定 第一个它的日期 天数是120天之后 那有没有国定家 要不要顺便扣掉呢 诶 有 国定家是这些天数 按确定 这个时候它就给你个日期 OK 所以120天之后的话 那当然跟刚刚的六日期 一定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比较后面的 因为它还要再加上 120天 还要再加 把那个六日部分的话 不能算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得到一个天数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试试看 工时 哪一天 工作天数 跟最后是哪一天 Walkday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试看这两个函数 那当然各位可以把这两个函数 跟那个刚刚的那个 Date函数 还有这个Date函数 做一个比较 看看 如果你不用这两个函数 有没有办法 用前面交的函数 也可以做得出来 但是做得出来 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 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 那有没有办法 用其他的函数 也可以取代 OK 这里试试看